我经常会因为阅读一本书或者感悟一个故事而去旅行 比如说像年少的时候去读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 当时我读它的时候我会在想 哇这个地方在作者的笔下英国是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的山它的水它的乡村它的草地它的湖区 包括它一个适合逃婚的一个小镇都会让我在想 哎长大以后有机会我去英国 一定要顺着它的足迹去走一走 当我去读中国的古典名著《西香记》的时候 它里头关于寺庙关于沿途的风景田园的风光 包括人文历史的各种的描写 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土耳其就是因为帕木克的那本书 《纯真博物馆》 而纯真博物馆里头 它描写了很多关于伊斯坦布尔的生活 它的盆中 我们能处理一下 把它描写 一个最维基于